病酶控制正在拯救生命 但是蚊虫的抗药性正变得越发严重 时间紧迫 迫切需要新的病酶控制产品 以维持我们最近在抗击瘧疾斗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 也急需其他工具来最终彻底根除瘧疾和其他媒介生物传染病 我们在整个非洲的现场测试 是开发新型病酶控制产品的关键 在实际使用环境中 对当地蚊虫种权的有效性 是评估病酶控制产品的重要依据 病酶控制产品制造商要提交这些数据 以满足注册登记要求 这关系到产品最终能否获得批准 但如果对其可靠性或一致性有任何怀疑 我们的现场试验科学家正在做的重要工作 将不会产生应有的影响 关键时刻转瞬即逝 生命将面临威胁 重要的新型病媒控制工具将会延迟推出 那么如何解决难题 需要一个国际公认的质量管理体系 这就是经合组织的良好实验室规范或GLP 这是因为GLP认证仅受于现场试验机构 用以证明实验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 所生成的数据可靠、准确且可重复 所以GLP可以帮助科学家们生成可靠的结果 并得到全球其他科学家的认可 好消息是 IVCC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一直在努力 以帮助我们合作伙伴的现场实验机构 全面获得GLP认证 其中一个与坦桑尼亚墨西市 奇利马扎罗基督教医学院合作的现场实验机构 在2017年取得了全面的GLP认证 我们与实验场地合作一起升级基础设施 改善工作规范和文化 最终建成了非洲第一个获得批准的 并没控制规范实验室 墨西的这个新境获得认证的实验室 是非洲七个预计到2018年 获得GLP认证的 IVCC现场实验机构中的第一个 更多现场实验机构的投入使用 将增加当地科学家 在该地区生成可靠现场实验数据的能力 在资助者的支持下 我们正在为更多的并没控制实验室 获得GLP认证 这对非洲来说是个好消息 对并没控制跟除疟疾来说是个好消息 IVCC并没控制拯救生命 具体的词外计数据是个好消息 有效应 具体的词外供 放下 可以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